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吐槽日常 在乡村爱情当中 有一位女演员 一直饰演着赵本山的媳妇 是谁呢 就被誉为最美徒弟的 关亭娜 如果提到关亭娜 你不知道吧 杨小燕一定知道吧 就是剧中王大达的那个媳妇 那这个赵本山的最美女徒弟 怎么能当上赵本山系中的媳妇呢 我们为大家揭晓一下 一起来申巴 关亭呢 1983年1月 生于黑龙江省七台河 五六岁 搬到了大连津州 2012年呢 从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化妆专业毕业 回到大连津州 为什么能够得到赵本山的赏识呢 2004年 经一位老师的介绍 被推荐到马大帅 剧组当化妆助理 被马大帅 也就是我们的赵本山看中 出演阿威的角色 之后一连串出演了马大帅三部曲 以及后来的乡村爱情 近年也是在本山的电视剧中频频亮相 近来啊 比如3月23日 关亭娜就在社交平台更新影片 引发热议 许多网民都说 这个关亭娜18岁 长得像少女一样 手上的钻石项链 除了外表迷人外 也不容忽视 有网民认出一条红绳 来自某知名品牌 价值就已近三万 必须说 关亭娜的生活真是太惬意了 自从在剧中 给王大拿当了媳妇之后 这个杨小燕 关亭娜 又拿成千上万的手作 让她的豪情难掩 关亭娜本身是本山传媒的明星 虽然演技不太好 但在戏中也是合格的一名演员 当时就有传闻 传闻两人的关于肥浅 比如说在剧中 就演出了一个洗手间里边的戏 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其大的正义 造本山和关亭娜的绯闻 在当时也十分流行 但是到底有没有真正这回事呢 就是见仁见智 现在38岁的关亭娜还是单身 根据同门适用地田瓦 在本山传媒直播中透露 之前她嫁给了浙江的一位富商 但现在已离婚 现在已离婚 属于单身状态 那时就网友猜测 关亭娜已经离婚了 另外 关亭娜还成为一个小孩 照过相 不知是否是她的孩子 当时她在党 说明还没结婚 或许曾经结婚生子吧 好 下周我们继续聊 好 好 好